啊我的股终于回来了 价值投资是不是反人性的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难的地方 人家都在丢的时候 你叫我冲进去买 我够胆了 我老婆都可能会阻止我了 你见到的很多买房地产来住 或者买房地产来收租金 进行长期投资人啊 最后大部分人都是成功获利的哦 如果经过我们这样子 跟大家讨论的话 你们会不会重新去审视 价值投资真的自一行难吗 武术和投资拥有同样的智胜之道 他们需要准备 灵活 勤奋和精准判断 这就是松大资本的投资理念 因为当准备 行动 和机会相遇 这就是成功的 完美灭绝 让钱为您卖力挣钱的秘诀 我们是松大资本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陈建老师的频道 我们本期的视频呢 想跟大家做一些轻松一点的讨论 最近我们的大马股市 其实2024年今年以来 到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4月24号了 刚刚上个星期才发生的这个中东 以色列跟伊朗那边的一些危机啊 以及大家担心 美国美联储的降息可能要delay 甚至担心通胀死灰复燃的这个东西 令到其实全世界的股市都出现了一个下停 我们的综合指数啊 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就是我们走的比美国股市更加强 到我今天录制这个视频的4月24号啊 综合指数其实是刚刚突破了2024年 今年以来的新高 而因为这个已经是相当久违的牛市啊 虽然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小牛市 但它也令到我们股市里面啊 就板块轮动了 很多股票不同的板块 基本上轮流都在升 那很多人啊就有一个感慨 啊我的股终于回来了 对吗 哇我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那就给了我一个感觉啊 或者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 哇价值投资是很难的 在这么难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终于看到有成绩了 所以就非常值得这个 我要大声疾呼 yes 阿妈我做到了 对不对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 其实我们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价值投资是不是反人性的 以及价值投资是不是 或者说是长期投资吧 它是不是 知意行难的 就听起来讲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好像很困难的哦 啊在网上面我见过一张图 就你以为的长期投资 对啊哇 其实好像一帆风顺啊 只要一路向前走 对不对 就会到达终点了 但实际上的这个长期投资呢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啊 各种折磨 最后才能够修成正果 就很多投资者或者没有投资的人 也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 perception 对于长期投资对于价值投资 所以大家都觉得 哇这个东西很难哦 那我担心大家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些误解 因为很多我们认为的东西 可能未必是对的 所以如果我们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 perception 而如果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的话呢 那可能会让屏幕前面的你 迟了开始价值投资 对吗 或者甚至拒绝着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不行的 我玩短线就好了 那这样子反而会让你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最后回来 原来真相发现当初自己错了 早就应该buy and hold long term 那这个是我讲的气情上脸 是因为我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历 我也是绕了一大个圈再回到原点的人 所以我觉得最近市场热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投资者说 哇yes我的股票终于回来了 那就让我想到大家好像觉得之前的那个buy and hold很困难 其实我知道的一些在那边欢呼yes我做到了 其实他投资者投资这个公司 陪伴这个公司的成长可能就是一年半载的时间 那这个一年半载的时间 其实在投资一盘生意的过程里面 如果屏幕前面有做过生意的朋友们可能就会理解 它其实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 甚至对于生意经营来讲 这一年半载的时间可能是你刚刚start up你的生意 连那个gastation period都还没有过的那个时间来的 但我们在股市里面投资的人就已经在喊着 为什么还没有升呢 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观点 他说价值投资其实并不是反人性的 反而是顺应人性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很少人去进行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最简单没有买股票的人都听过的了 羊群效应 你去观察一下你身边或者观察一下你自己 是不是人人都在做着的事情 人人都认为的事情 我们也很容易有这种随波逐流 从众的想法 就大家都这样子做的呢 我也跟着做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那当人人都这样子做 而你不这样子做的话 人家觉得你是异类 你也可能觉得自己是异类 所以你会很害怕 我想问你们现在此时此刻在大马股市里面有哪些公司的业绩 是已经出现了成长 正在成长之中的呢 想不想学习怎么样将这些上市公司股票找出来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给大家另外准备了一个两小时的webmino 到时候我跟我们松大的助教们呢 会给大家演示step by step的在大马股市里面 散户投资者可以怎么样找出成长型的股票 我相信你们会学到非常多for接下来20242025年 甚至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业大蓝图2030年相关联的那些投资主题的我 马上点击我们的链接育龄里的位置 我们到时候慢慢再讲好吗 所以这几乎变成了我们的一种人性 又或者说是我们在人类这个群居环境底下的一个很特殊的产物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从价值投资的角度 价值投资经常提倡的那句话叫做人弃我取 啊这个就出事了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难的地方 喂人弃我取我 人家都在丢的时候 你叫我冲进去买 我够胆了 我老婆都可能会阻止我了 我老婆以为我神经病了对不对 你看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会感觉价值投资反人性 因为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是 虫种羊群效应 现在你不要跟这群羊对吧 你自己走一条路 那当然就是感觉很难做得出这样子的决定 要你自己的那个决定能力 就头脑非常清晰 做了决策之后 人家对你的种种质疑 你还要有能力去抵抗对不对 哇这个真的 难怪我们刚刚修给大家的那张图啊 是不是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长期投资就会有种种种种的考验呢 那讲到这边不要被我带远去啊 我真正想表达的就是价值投资可能并不是反人性 反而是顺应人性的我 我说我之前看过的这个观点 然后我去上网找了一下我忘记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了 那结果呢就给我找回一个文章 标题是顺着人性来做价值投资 会越做越顺 这个文章是谁写的呢 是一个叫做陈建老师的人写的 坦白讲这个是我在中国大陆的Bilibili的那个平台里面 曾经发布过的一篇短文章 其实我自己忘记了我写过这个文章 我看看日期啊是2020年啊 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然后我就看一下我当时候讲了什么东西 发现到哦我记得了原来我看到有人说 价值投资顺着人性去做会越做越顺 是在中国的雪球APP对吗 一个价值投资的社群那边 以及呢当时候啊 一位叫做陈达的美股投资这个作者呢 他就看了高领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先生的新书啊 这个价值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价值 他的读书笔记来的 那我就找回里面的一些观点啊 跟大家重新讲一讲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是谈古论经嘛 就其实价值投资 他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里面啊 我们还真的没有跟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呢 去好好的进行这个考究 今天就来考古一下 这张图呢是来自于张磊先生的价值的书里面 他整理了价值投资的演进史啊 就我们很多人会知道巴菲特的老师 叫做Benjamin Graham Benjamin Graham是最早最早提出价值投资理论的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因为1929年就发生了美国这个打销条嘛 那美国股市也跟着大跌 巴菲特的老师Benjamin Graham呢 也对他之前研究的这些基本面的这个选股的做法呢 其实是有点怀疑人生的感觉 再到他后来重新整理了他在价值投资上面的这些思路呢 就编写出了我们很多人分为投资盛典的那本书 就是聪明的投资者的Intelligent Investor 那自从这本书之后呢 价值投资的概念呢 在美国股市在华尔街那边呢 就开始被传送起来了 当时候当然了就是觉得要捡便宜对吗 要人气我取就好像啊 他有一个比喻的啊 Secret Box对吗 烟地形的价值投资 就人家不要的这个烟丢到地上面 你捡起来啊 还可以吸一两口这样子 当然这个烟地形的这个讲法呢 其实是对当时候的价值投资 其实是一个认为它不完整的做法来的 因为你捡起来那个烟地 你人家不要的 你拿起来吸两口 之后它这个烟就熄灭了 那其实你并不能够长期的这个这个吸烟 对不起我在这边不是鼓励大家抽烟啊 就这个是一个比方 那原来到1970年过后啊 的大概你看到2020年这整30年期间呢 护城河式的价值投资的概念就开始流行了 那护城河的这个价值投资理念 当然就是因为股神巴菲特的做法 被全世界的投资者越来越广泛的认识得到 so巴菲特就提倡对吗 这个公司要有护城河 它的这个竞争力能够保持像可口可乐这样子 大家长期都喝的 那我们就投资这样子的公司啊 长期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而2000年2000年过后呢 这个护城河的价值投资的模式呢 就变成了动态的护城河dynamic 因为比如啊你去分析一些科技行业 科技行业的这个护城河啊 有时候很难可以永久的保持得到的哦对不对 所以科技的创新呢 是需要他们不断的将自己的护城河啊 可能这个护城河没有那么深呢 它要重新的去修整 挖升这个加深这个护城河 让自己公司比如在某个科技领域里面 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就变成了有动态护城河式的这个价值投资理念 以及到2010年过后 张蕾先生就提出了呃 这个创造价值式的价值投资 让这个生意能不能够呃 出现双赢甚至三赢 就公司的顾客很高兴 公司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然后公司也从中赚到钱 然后公司的股东也看到公司的价值持续的成长 so 这种事解决呃 我们人类社会里面越来越多的统点啊 还有生活需求啊 或者是生产力的提升啊这种 你能够颠覆传统的某些领域 然后重新创造出新的价值 这种就是2010年过后呢 大家比较关注的东西 所以你看啊 跟大家考究了一下价值投资的眼镜呢 原来我们很多人老海里面 所认为的人气我取的那种价值投资的做法 它其实是源自于最早最早期的啊 古神巴菲特的老师Benjamin Graham 他的中文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嘛 对不对 so 其实是源自他当时候提出的理论 让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印象 反人性所谓我们讲反人性 人家都在贪心的时候 你要保持清醒 人家都恐慌的时候 你就跑去贪心对吗 趁低买入 这些话都已经是传送了很多年的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对股市的理解 就从一个外行人去听的话 当然是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很难 但其实今时今日 我们在价值投资的做法里面 并不是只有反向投资 只有这个人气我取这一种做法罢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看股神巴菲特的好拍档 查理曼格 其实他的观点 他的著作里面 也在巴菲特护城河的基础上面呢 做出了很多后期的思考 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投资做法的 其实是在evolve的 是在进化的 包括查理曼格提出的 与其我用便宜的价格 undervalue的价格买一个普通的公司 倒不如我用一个合理的价格 买一个伟大的公司 说在我不需要特别便宜买到它 但是这个公司能够给我一直成长 let's say刚刚提到的 它一路创造价值 这个公司的产品 能够一路收到投资者的 消费者的欢迎的话 它一路能够赚钱收到现金流 那我一直拿住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 我其实就已经是 maximize我的investment的return了 所以这两位老人家 其实也没有永远的停留在 1930年 1940年 1950年的那个 最早期的价值投资的做法 更何况 屏幕前面的你跟我呢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觉得 价值投资是反人性的 要我人气我气 我做不到我害怕的话 其实不需要这么辛苦的 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看过很多投资者 他长期买maybank 他长期买puppetbank 他也赚钱 其实他也在进行的价值投资哦 因为国家的经济增长 银行的生意的越做越大 自然就带动了maybank puppetbank的价值 长期的成长 那如果 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没有投资股票的习惯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你们呢 为什么你见到的 很多买房地产来住 或者买房地产来收租金 进行长期投资人啊 最后大部分人 都是成功获利的哦 我们就最简单来房地产的投资 跟股票市场的投资 你就很少听到人家讲 买房地产会烧到手 除非他用很极致的做法 什么flip啊 什么compress loan啊这些 我们如果老老实实 我是买来一家人住的 然后我认真工作对不对 五年后十年后 我家庭成员变多了 我有upgrade这个需要对吗 可能我们买另外的一间 更大的房子 原本的房子我要卖出去的话 你就发现 原本我的房子升值了 就这种情况怎么解析 所以你们不要说 长期投资就一定是反人性的哦 我们再回去看看我当时候写了什么东西 因为当时候我也借助了那一位 陈达先生 他在雪球上面的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 那还是先拿我自己来讲啊 我曾经也认为 长期投资是自一行难的 所以我也是认为价值投资 长期投资是相当反人性的 如果可以快的话 谁想慢呢 所以我也放任自己在股市里面呢 去追涨杀跌 这追涨杀跌就顺应人心呢 热门股大家都在买对吗 担心如果谁追迟了的话 哎呦再不上车就来不及了 那如果跌下来的话 人人都在抛的话 我也当然跟着抛啦对不对啊 所以我也曾经一度认为呢 呃 教别人或者启蒙别人做价值投资的话 是吃力不讨好的 最后没有多少个人能够做得到 那真的在我看了这个作者的一些观点中呢 呃我将我自己的旧的理解完全的博倒了 就说他为什么认为价值投资其实是顺应人性的 那他认为啊价值投资跟长期投资 长期主义是分不开来的 长期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就是其实他很适合人性 他很吻合人性的 人性怎么讲呢 那第一 人性很懒惰 就你跟我 如果可以懒惰的话 那我当然也不想每天勤劳做工啊对不对 so长期投资不需要我们每天盯住股市 每天追那些哇热门的股票 那其实让我们可以stay比较雍难一点的啊 就我们不需要在股市里面这么的勤劳 这么的动作多多啊 再来呢人性是贪心的 而长期投资带来的回酬啊 尤其是负利增长率呢 是特别的巨大的 那这一点的话呢 我最近这几年 因为松大资本GrandPi 我们在2015年到2017年呢就转型啊 专注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投资的教学上面 我自己也是在2017年过后啊 好不容易的终于都回到了价值投资的轨道上面 那我这几年的感受特别巨大的 以前我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我没有试过hold一些股票 hold这么长的时间 我这几年特别强的感受啊 是当我买对了一个股票 那我就看到它升上来 然后我的利润很丰厚 成本低 现在账面利润高 然后公司给我的股息也相当不错 那我就不卖了 我就收住它for long term吧 那因为我这样子做了 我看到了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 就是假设一下 如果一个股票 你当初买的是1万块 它升5%给你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赚500块 但是当你的这个股票啊 去到变2万 甚至3万4万 当它升上去了之后啊 它一样也会出现 每天3% 甚至一天升5% 这样子的涨负的哦 在我们的股市里面啊 我们看到3% 5%的升负 单日的升负 是很正常的吗 注意啊 它不一定要发生在不同的股票身上的哦 同一个股票 一年前 它可以一天升3% 5% 一年后 它也可以升3% 5% 两年后 五年后 它还可以出现一天3% 5%的这个涨幅的哦 但是 如果你 从1万块的这个市值的股票 涨到2万块的市值的股票 它一天帮你升5%的话 你就发现 突然间一天赚了1000块钱了 以前一天升5% 我只是会看到我的投资组合里面一天增长500块 但是现在它变成2万块的value了 一天它也增长5%的话 我就看到我的投资组合这个股票 一天就增加了1000块的这个价值 你持有的时间越久 你的股票升的越高 然后它再出现很普通的单日的升幅 3 5%的那种单日的升幅 你都会看到 哎 怎么我赚多了这么多 就同一个股票 同样的3-5%的升幅 给你带来的真正的这个钱长大的那个效果 哎呦 怎么越变越大了 其实这个就是长期的 负利效应的一种来的 当然啊 你的公司能够从1块钱去到2块去到3块 之后再出现3% 5%的升幅 这个当然需要有基本面的支撑 但是你能够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公司能够持续成长5年 甚至10年的话 那你说这种负利率给你的投资带来的那个财富增值的效果 有多可怕 就我再具体打一个比方 可能以前 你一个股票升3-5% 你就赚多了一个3-500块 你觉得 嗯 OK咯 对不对 可以吃顿饭咯 但是如果他再滚下去 再给你一个3-5% 可能已经有一两千块的时候 可能你就说 咦 可以帮我自己供一下房子 或者供一下车 但如果这个雪球再滚下去的话 他再出现一次3-5%的涨幅 可能可以抵得上你一个月的工钱 如果再滚下去的话 他一个3-5%的涨幅 可以抵得上你半年 甚至一年的工钱收入的时候 你才会如梦初醒 对不对 哇原来长期投资的富力威力会这么的大 真的 以前我不做long term的时候 我是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现在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好再来讲 人性称人的天性 爱埋怨散场忌妒 而长期投资呢 让我们心境保持平和 这个也真的是 很多我们的这些同学啊 就是经过了一些股票 长期没有升跌 或者股价啊 波动上上下下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那种啊 对嘛 有时赚有时不易吻 有时又要倒贴这样子 就你一定会感觉难受 但是当你懂得找这种inner peace的时候啊 懂得找这种内心的平静的时候啊 你其实是去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通常啊根据我们作为股票的老师 观察那么多的投资者 我们观察得到 通常他们去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呢 可以尽量少看股价 然后更多的关注公司的生意增长 他去到了这种境界 甚至有些我们的学员呢 是跟我讲啊 他其实怎么熬过来的 就是有些股票可能是一年甚至两年 他都可能原地踏步 但是后来他大涨 他怎么熬过来的呢 他说我没有看他的股价 OK我就每三个月看公司的季度业计划了 结果 公司的基本面生意表现 符合他的预期 他就hold住 dividend 每半年给一次 或者一年给一次 他也照拉 结果就是这样子坚持下来的 这个情况 难道不像我们买了一千房地产 反正我是拿来住的 房价升跌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会每天去property agent那边 check或者打开 iProperty啊 Property Guru的这个APP check我的房子 今天per square feet 剩了几多 跌了几多 你们也不会这样子做的吗 so 我后住他住了五年 住了十年 哎呦 整个达曼附近 啊 越来越繁荣了 房价涨上去了 最后你赚钱了 其实生意的增长 跟房地产在一个location上面的这个发展 其实是一样的 我都需要时间 啊 再看人性 人性吃就是蠢了 对吧 我跟你都一定有一些智慧上的limitation的嘛 那长期投资呢 很大概率呢 会提高我们智力挖地的这个海拔 就是说长期投资啊 我们不要做蠢事 我们投资那些我懂的公司 股神巴菲特最简单的 呃投资这个可口可乐 大家都懂 马来西亚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懂的 比如 合成乒乓乓焦焦饼啊 对不对 F&N啊 就一些消费产品 一些我们 认识的 生意常做常有的公司啊 派西游大方的 so 我们 一定要去投资那些我们搞不懂的生意吗 还是我们可以投资熟悉的 我们能够理解的 这些公司 so that 减少我们犯错的几率 这个真的是 是将贪秤吃的问题 都可以用长期投资去解决哦 如果经过我们这样子跟大家讨论的话 你们会不会重新去审视 价值投资 真的自一行难吗 其实在我们真的将它当成 生意经营 就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真的是参与一个生意的经营的话 it takes time to make money 我们中文就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然它也有可能不成功 但是因为我们长期在观察住它嘛 所以它有没有达到我们希望它的生意的增长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投资了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不理它 你追踪住它的话 公司的财务报告会告诉你它有没有向你预期的方向去走 其实你说我一不小心买错了一个股票 然后这个股票一下子就直接破产掉 这个可能性其实相当低的 如果你认真的去在公司的基本面上面 生意上面做过了研究的话 其实风险已经大大降低 如果再加上你能够适度的分散 对吧 你说我真的做不到all in的话 可能两个三个股票 或者多一点点五个不同的公司变成一个投资组合 那你很难说我被一个股票搞到我 整个投资组合被burn掉的 就通常在长期投资的过程里面 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 希望我们这一个属于是不是叫做投资哲学 或者一些投资理念的讨论的video 能够让同学们看到在价值投资的思考上面的 另外一个方面 我最终还是想表达的 其实价值投资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难 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看到的 我感受到的更加多的不是折磨 而是享受 因为我真的多了很多时间 我不看股价 我不看报价版 我可以陪我的女儿去玩 对吧 我可以陪我的家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这几年下来做价值投资的一些真实感受 希望这个视频同学们会喜欢 喜欢记得点赞 and 订阅陈健老师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 拜拜